400萬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400萬的數目 是有人故意放話 不是400萬 你了解 應該400多 而且那個是權利金 那個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就是木可 它是一個友好公司 他幫柯文哲 去處理這個肖像權的 那它是一個授錢費 這個真的很厲害 木可花了400萬 跟柯文哲買他的肖像權 然後呢 我要選總統 我的競選總部募到了款 再跟木可買肖像權 好扯喔 哪有這樣幹的 然後木可的就是我的 然後我的還是我的 對 就是柯文哲 那吳宜萱就講了嘛 這很合理啊 因為主席長得帥啊 所以木可公司要跟他買肖像權啊 我們就一合約啊 我們就一合約啊 然後我們要選舉 我們再跟木可公司買 這很合理啊 這就像水電公司那樣 帶一個板手 他不是去幹架的 他是要去修水電的 很正常嘛 很正常啊 吳宜萱才剛剛這樣講 今天陳志涵怎麼講 陳志涵說 嗯這四百萬我們會捐做公益 這四百萬是陳志涵的還是柯文哲的 不是沒錯幹嘛捐出 對 不是沒錯嗎 不是一合約嗎 捐什麼捐 可能下午又改成信託了 也不一定 對這隨時可以改的啦 對這隨時可以改的啦 簡單講一下就好了 下午那個 三點的記者會非常重要 他就是一次把他講清楚 然後會讓記者們問到寶 所以他會暫時當主席嗎 這個應該是外面某些人的建議啦 現在最重要是要先直選 這個題目現在不存在 我以為你自己有認為說 其實四百萬如果進到柯文哲的戶頭的話 基本上這件事情是不太對的對不對 你自己在廣播上有說啦 四百萬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四百萬那個數目是有人故意放話 不是四百萬 那你了解東西 應該四百多 而且那個是錢力金 那個應該是不會有問題啦 就是木可他是一個友好公司 他幫柯文哲去處理這個肖像權的 然後他是一個授錢費嘛 就像我們現在所有的記者在上 你如果是負責柯文哲進錢時候的小物 那你來負責這個業務對不對 你要柯文哲授錢給你 那你要一個授錢金啊 那想一想 你現在不要想這木可 如果是你來負責這個 那本來就會有一筆授錢金嘛 所以這筆 第一個我大概講不是四百萬 是有這個四 可是第二個他是授錢金 所以他沒有違法的問題 然後柯文哲也特別強調了 事實上 就是他這筆錢上都已經用出去了 就用在黨務上面的公益上面 這個下午 這個下午讓柯文哲主動跟大家講 好不好 因為下午這個記者會真的非常關鍵 而且他已經定位了 他就是一時講清楚 而且會讓所有記者的朋友 一定會問到飽 我們問好問滿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下午問題都會解決 委員 那上班有聽說現在要信託是不是 有這個考量 這個下午等柯主席跟大家幫忙 好不好 我們要把話全部都講完了 感謝 好啦可以做一條新聞了 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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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被抓到 然後哇 這個大家這個 質疑聲浪 他才不會搞信託 有沒有 好我要請余將軍上來 因為呢 昨天又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檢方查到 木可 匯了一筆錢 400萬 給柯文哲 然後名義叫做授權費 對 不是啊 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如果是柯文哲的肖像權 是 我擁有 那有一個禁總 民眾黨的禁總 因為這個禁總是幫我選舉 柯文哲選舉的 那我的肖像就給禁總啊 是啊不用錢啊 那為什麼要給木可 對 我其實對這400萬 我昨天很仔細的研究了 就是今天柯文哲他要選總統 他要找一家公司來做他的相關的商品 所以他把他的臉 跟他周邊商品的這個所謂的授權 給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就花了400萬 跟他買斷他的授權 然後我的競選總部成立了 募到款以後 然後跟柯文哲說 我們要做小 不用做 跟木可買 然後木可說 好啊可以啊 1300萬給我 因為你們主席的臉 已經被我買走了 所以你要跟我買 各位這樣有沒有很亂 有沒有很亂 我告訴大家 何必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這樣子 才可以把小草的錢轉到木可裡面 木可裡面他不講過嗎 木可是誰說的算 柯文哲說的算嗎 因為他要這樣子轉來轉去 然後轉到自己身上 所以他才會有你的衣服 這無防貸 才會無防貸 柯文哲沒有防貸 柯文哲沒有防貸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真的很厲害 木可花了400萬 跟柯文哲買他的肖像圈 然後呢我要選總統 然後我的競選總部募到了款 再跟木可買肖像圈 好扯喔 哪有這樣幹的 然後木可的就是我的 然後我的還是我的 對就是柯文哲 怎麼做得出來 在政務怎麼做得出來 因為競總是在幫我選總統 然後我的肖像圈要轉一個彎 對 就是像如果今天時期要出國 要去拍一張證照 要辦護照 然後你就把你的肖像圈先 跟照相館講 這是我的肖像圈 所以照相館5萬塊跟你買 可能5萬塊不只要500萬 跟你買 他就可以放在桌窗 等到你要出國的時候 我在跟你買照片的 有這種三八的人嗎 什麼鬼啊 這就是柯文哲 對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因為他想把屬於公共財 屬於政治現金的錢 變成他可以支配的錢 才要這樣做嘛 那還有其實這只是400萬 這400萬嚴格說起來 沒什麼了不起 他就喜歡賣肖像而已嘛 他就喜歡賣 可是有幾筆錢大家查出來 其實蠻可怕的 這只是400萬一個個人的戶頭 那吳宜萱就講了嘛 這很合理啊 因為主席長得帥啊 所以牧口公司要跟他買肖像圈啊 我們就一合約啊 我們就一合約啊 然後我們要選舉 我們再跟牧口公司買 這很合理啊 這就像水電公司那樣 帶一個板手 他不是去幹架的 他是要去修水電的 很正常嘛 很正常啊 吳宜萱才剛剛這樣講 今天陳志涵怎麼講 陳志涵說 這400萬我們會捐做公益 這400萬是陳志涵的還是柯文哲的 不是沒錯幹嘛捐出 對 不是沒錯嗎 不是一合約嗎 捐怎麼捐 可能下午又改成信託了 也不一定 對這隨時可以改的啦 然後這一點才覺得奇怪 就是我們一直在想 到底柯文哲的民眾黨 這個民眾黨是要做政治的 要服國立民的 還是要做生意的 看來是要做生意的 因為他的牧口公司成立以後 他還在黨部 這是簡報裡面說的喔 所以要在牧口設黨部 叫牧口黨部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在牧口設一個黨部 是不是叫牧口黨部 據我所知 在私人營利機關裡面 設黨部的只有共產黨 共產黨每一個企業裡面都有黨部 然後黨部要互相監督 可是他的黨部 比共產黨還要有經濟價值 他的黨部是要做分潤的 就是我做的商品 雖然已經選舉完了 選舉完了 競選總部就不能夠賣商品了嘛 因為你不選舉了 當然喔 那我就牧口來賣 所以就是黨營事業嘛 對 在那遮遮掩掩掩就是黨營事業 牧口就直接跟地方就講說 你們多少買一點 多買一點 我們就有錢了 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盈利啊 對啊 這就是盈利啊 所以你看 民進黨中央黨部 以地方黨部開會的時候 直接要求地方黨部 要設立目可販售據點 好好笑 那當然機械城就說 沒有啦 這只是要求給他擺個樣品而已 不賣擺樣品幹嘛 如果不要賣的時候要擺樣品 對啊擺那個幹嘛 對啊 就是要賣啊 就是要賣啊 所以說民進黨地方黨就說 選舉完以後 其實每一次的中央黨部的會議 他們幾乎每週都會都在推銷 選完了還在推銷 選完了還在賣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一個朋友不是賣 做了好多商品 擺在倉庫裡賣不完嗎 對齁 你都不管人家賣木可的 而且近新聞得到了獨家 就是2024年4月份的時候 內部會議的簡報 2024年4月好像已經選完了吧 選了很久了 對不對 1月就選完了 大大大的寫著 木可小物拓展地方計畫 大方列出分潤 要求木可行銷分潤 讓其他地方黨部有多的收入 這叫什麼 這叫老鼠會嗎 你要加入民眾黨對不對 先買一點木可的商品 而且那個分潤的對象到底是 除了地方黨部還有沒有其他人 是那當然地方黨部有分潤 中央黨部就有分潤 中央黨部的分潤 黨主席有沒有分潤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我有夠窮 所以你來救濟 我就不會違反師傅的指示 就是這樣啊 自己給自己啊 選舉完了還在賺錢 所以很多律師就講 政黨整個選舉結束以後 他不能有盈利的行為 這政黨法24條清清楚楚 不可以有 否則就觸犯了政黨法 他就已經觸犯了 這就已經觸犯了 所以我才講 柯文哲下午的這個記者會 大家一直在講說 柯文哲本來要請假 其實這也是他們自己 放出來的風聲嘛 後來又說不請假 其實請假不是亂請的 我以前在部隊當主官 小病來請假 第一個就是頭痛請病假 第二個就是要結婚請婚假 第三個是媽媽改嫁 再請一次假對不對 然後呢最容易請假 因為後來部隊有女生了 就是生理痛請生理假 那還有什麼假對不對 病假 試假 婚假 上假 還有生理假 請問你請的是什麼假 你根本是假的 你沒有要請嘛 對 就是放出個風聲 讓大家來看看 他看看有沒有可靠的人 要幫我扛 那很多基層的黨員說 阿伯你不能請假 你不能請假 其實大家那不叫支持 是地方黨員 地方黨部的黨員 他記得黨員意思說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是你不要跑 不是說希望你留下來繼續領導 不是你不要跑 你一跑的這些問題 我們捐的錢要找誰去釐清 所以不要會錯意了 所以才會門口有人說 下台 下台那個不見得是路人 不見得是路人 因為我們都是路人 我們為什麼不會去 對那叫你下台的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你的支持者 對傷心的 對叫你留下來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跑請什麼假 負責完以後再說 所以別誤會了 不讓你請假 是不要跑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